为什么有些田螺它只需5块6块钱一斤 而我的这边的田螺可以卖到15块钱一斤 那么今天就用一个粉丝的真实经历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田螺卖的贵一点 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的具体原因 我的一位粉丝去年他从广西进了2000斤这个总楼 养殖一年后卖出了3500斤 还加上总楼才卖了3500斤 那么如果取掉这个2000斤总楼 他养殖一年2000斤的总楼最终收获1500斤这个田螺 大家觉得产量如何 这是百分百真实的 因为这边对于他给我的两天记录 然后他在混我 为什么我的田螺卖这么贵 这就是原因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比例的话 就算再差你一亩2000斤的话 我们打成10亩 10亩的话这么算下来 最少也有我们打1000斤的产量 但是跟大家说一句 放200斤最多的产量会1200到2000斤不得 你就算养得再好也没有视频中人家说的说什么 3000斤4000斤5000斤 或许人家说的要你放700斤800斤总楼一模一天 去哪里有个学院他被人富有了 那个放了700斤总楼 他说告诉他产量达5000斤6000斤他信了 最终结合什么呀 连总楼都没有呀 全部死掉了 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技术 没有那个条件你就养不到高密度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次给大家澄清一下 总楼一亩地最多放300斤 不管你是选择谁的总楼 切记住就不要超过300斤 如果还有卖总楼的人告诉你说 放400斤500斤的产量会达到3000斤4000以上 你不要相信他 他绝对是个骗子 他一定会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多放总楼买他的总楼呗 在这里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买我的总楼 但是我就跟你讲 你不管买谁的总楼 直接 新手的话 像我的 不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般是推荐200到300斤 就算你 就是说你想高密度养一点也行 条件好一点 那么最多放300斤 就不要超过这个 不要超过这个300斤就行了 这也澄清一下 像你 像我们这边的田螺 如果你是放了2000斤 最低的产量 也会有2万斤左右 然后这个是 加在总楼一起的 然后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收货到 你看算1500斤吧 然后大概是3万斤左右 这个是确实是的 去年我有这个学员 大家看我视频的 有个学员是放了100斤 收货了1000多斤 还有一个是放了20多斤总楼 收货了300多斤 这是最好的 还有条件不好的话 就是说放了100斤 才收货了300斤 这个是也有的 这个是一人而一的 不能说是全部的 就是我把我的全体技术告诉你 每个学员我都是一模一样的告诉你 但是有时候这个还是细节取决一能 因为就是我在当地跟外地的话 毕竟还是因为环境因素 它已经变事了 所以说但是只要大家用心把掌握到细节 基本上产量都稳定在1200斤左右 所以说如果是这位学员 如果不是因为说贪便宜的话 这个应该也不是说贪便宜的话 它产量不可能只有3500斤 这有亲自时针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免说我说谎了 看到没有 硬壳的 他问我的田螺总是 是硬壳还是软壳 我这边的话是硬壳 我在这里给大家打个广告 我们这个湘西田螺山区的话 你们可以在某屋上随便搜索 全中国最好的田螺 就是我们湖南跟贵族的 而湖南跟贵族的这个田螺总 它又是最好的就是 排化跟同仁这边交界的地方 因为它主要高山地区 海拔地区 它这个品种 本来就要比一些平原地区的品种 也好得多了 你看到没 批发的对 我的时候 他说他在广西拿货才6月 我这是种了 我去年拿了2000斤 出了多少斤 3500 没有拼大家吧 我问他满意吧 他不说话了 真正的就在这里 没有拼大家吧 对 其实很多新属在养殖田螺中 都犯了一些大计 这个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的话就是盲目的图子跟风 一步就搞得太大 第二的话就是在寻品中起了 那个贪图了一点便宜 第三的话就是 自己啊 有时候太贪心了 好了 下次小时给大家讲一下吧 谢谢大家